今天馬熙二會終於登場了 千呼萬喚使出來下午4點 因為馬英九明天叫我回來了 今天車不見的話 明天在機場見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原來傳出來是叫福建廳 原來傳出來福建廳 當事人說他會哪裡見 他這個廳老共都有他的意義的 絕對不是隨便挑的 有人說到底福建廳還是台灣廳 說福建廳還好 台灣其實不太好 好像一副就是 這種上對下的台灣廳 結果都不是 結果在東大廳 規格很高 東大廳 不過老共反正做事就讓你猜不到 東大廳雙方會談 今天下午4點開始 因為昨天就通知這些採訪 什麼隨行人員採訪記者 今天上午7點45做一次核酸 在11點再做一次 聽說只有習近平要見 才有這樣的規格 怕領導人染疫了 一般人大概最多染一次 最多檢查一次 就是檢查兩次 那九年以前他們見過面 2015年11月7號 那是在新加坡的Shangri La 大酒店 那在之前一年2024年4月10號 他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然後這次東大廳 那馬英九他有講話 他們現在都是這樣 開始先讓記者去訪問 然後接著閉門 然後結束以後再開放 那馬英九一個逐字稿 我們在開始也錄到一些馬英九開始的講話 我們看看他們怎麼講 馬先生肅有民族情感 堅持選兒共識反對全國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促進兩岸青年交流 智力振興中華 我這次高度評價 習總是你好 中華民族過去經歷了百年居留 最近三十年在兩岸中國人民之下 一步一步邁向共同振興中華之路 雖然兩岸在不同的指示下發展 但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 雖然兩岸同屬中華 應該不如不夠智力振興中華 好 我們看到今天 這是他們對外公開的時候 習近平先講 說馬英九有民族情懷 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然後促進青年的交流 所以他給他很高的評價 馬英九接著講 當然這邊有馬英九的逐字稿 但是馬英九顯然有一段 跟這個逐字稿不一樣的 就是馬英九說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經過了百年的苦難 屈辱 大家都知道 的確 這兩個其實都符合史實的 中華民族的確一路下來 是受盡屈辱 對不對 中華民國也是 又何嘗不是 中華民國建國以後 其實也受盡了列強的欺負 你說不管是日本也好 不管是俄國也好 然後實際上也是民族有很多的苦難 所以有人說是馬英九講錯了 說他應該講中華民族百年代 受盡苦難 不是中華民國 但中華民國今天113 113年 也的確 也完全符合中華民國的史實 到底是馬英九講錯 還是故意在這個地方去告訴你 不但我也代表 你們民進黨的時候 不敢講中華民國 我這邊就告訴你中華民國 而且歷史上就在這邊 講中華民國 到底是怎樣 蘭智恩 妳覺得 在習近平面前講中華民國 我們當然是沒有講錯 這絕對不是口誤 好不好 而且剛剛趙大哥 已經特別把他翻譯過來 完全符合馬英九 過去在我們這個地方所講的 我覺得馬英九 他自到大陸去 他所講的每一句話 我相信很多人會放大解讀 就是因為他到目前為止沒有出錯 所以當問起卓榮胎的時候 他們也不敢去講太多 因為你講多了 反而暴露你對於馬英九 這一趟出去能夠變成 國共之間的一個交流 然後可以在兩岸 這麼樣子冰凍的狀況之下 讓馬英九有一個角色 所以他們乾脆就不要特別去提及 不過你看馬英九 他剛剛所講的 其實我覺得 習近平本身來說 你看他所強調的民族情懷 還有包括所謂的年輕人的交流 還有包括中華文化 還有中華民族 這幾個字眼 其實都沒有太過於政治性 所以彼此之間都有一些的克制 但是我對馬總統 他能夠在習近平面前講出中華民國 甚至是中華民族 然後延續後面所講的 他就陳述一個歷史的史實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他能夠講出中華民國 我不曉得未來大家怎麼樣 來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四個字 由他自己講出來 而且在習近平面前 把他講出來 我覺得民進黨要來做 更多的一個文章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的困難了 所以我們就好好把他當作是 馬總統他對於習近平所展現出來 但他認為應該有一個國格 應該展現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對他現在的一個表現 起碼我們所看到的一個表現 我覺得我們給馬總統 一個非常高的一個肯定 金雄怎麼看 我沒有什麼感覺 不過就是說 這個講中華民國是口誤 還是本來就設計好的 坐在他旁邊那個是他 蕭旭成 他好像一臉驚訝 沒有 他從他當中沒有變過 你看一臉驚訝 看到沒有 沒有改變過好不好 一臉驚訝 蕭旭成都不變變 所以我還以為不是口誤 你不要急好不好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脫稿 他的文字稿跟他的講法 是有少了中華民國 這個脫稿是故意還是口誤 這個恐怕會成為歷史懸案 不過也好 也好 民進黨都在稱中華民國 國民黨當然怕民進黨搶走 現在到共產黨那邊 去掀兩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很好 至少各支一國 互不隸屬 這個就是一個慢慢趨近於 所謂的一邊一國的立場 這個是一個好事情 馬英九這一趟之後 因為這個我們剛剛有談到所謂拜案 美日的國事會 現在兩岸有一個馬席會 這個不能相提並論 為什麼 因為馬在台灣不能代表什麼 甚至連國民黨代表國民黨都有問題 不要說代表整個政府體系或是代表 或許他可以說我是幹國總統 然後我代表民意 但是在現在這個當下 他的代表性不是那麼強 所以這個界面我覺得 怎麼講無所謂的 他其實只代表他個人 其實不代表黨也不代表政府 他自己也清楚 大家也都清楚 來 孫成兄 我覺得馬英九這個 講中華民國這個 這個也不是口誤 這個是經過設計的 這個設計不是他個人設計 包括這一次的馬席會 在此刻 此時此刻 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憑空 憑空出現 所以這一點是大陸 在這個賴清德520要就職之前 因為兩岸的關係 包括美日中所有的大環境當中 已經一直逼近 逼近到無路可走了 誰無路可走 北京 北京也 北京大家已經 金門那個已經都已經快 快要 中線都沒有了 已經快開戰了 一觸即發的這種狀況 這時候要怎麼辦 賴清德一上來 又是台獨工作分子 大陸怎麼辦來因應這個 他如果再往前進一步 兩岸就爆開來 所以他也不能無緣無故退一步 他如果要退一步 他要送一個禮 他又不願意送給賴清德 所以他要找一個人來送 最適合的人就是馬英九 所以馬英九在這一個 事實上他要 我一直認為說他馬英九這一趟去 就是習近平要送一個禮 只要這個禮不願意送給賴清德 要送給馬英九 那這一句話或許就是他所送的禮 賴光雄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口誤 我最近覺得這會不會是一個口誤 可是你認真看他的表情 如果你口誤的話 他自己臉上會有一點怪異的 緊張或是什麼 他完全沒有 他緊急著去講中華民族 這是一切合成的 而且像這麼重要的 這樣的一個場合 他面對著習近平講話 這種稿子已經事先準備好了 所以他一開始講那個字 這不可能錯 你如果講到後面激動的時候 是有可能口誤 但是你一開始講的話 一定是最謹慎 最小心的一刻 是不可能犯錯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 民進黨常常就低估了馬英九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問題就在這裡 常常低估國民黨 常常低估馬英九 認為你就是沒有這個膽子說這個話 他現在就在習近平面前 講出中華民族 我現在問一下 民進黨你們現在應該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對不對 人家就講 你說你國民黨只敢在台灣講中華民族 你在大陸不敢講 人家去了大陸 而且在習近平面前講 那你怎麼說 我認為民進黨其實看待馬英九 是很複雜的心態 你知道 一方面其實內心深處 也希望有人這時候到中國大陸去 讓兩岸的關係稍微緩和一下 沒有錯 驚嚇了海域的問題到現在沒有解決 你今天這海域你怎麼處理 未來 這東西也可能是越遠越烈的 所以民進黨這個就是邱泰山講出來 我認為在民進黨裡面邱泰山 我認為我跟他當過同事 我認為他是比較肯講實話的人 他講的兩岸只要有溝通交流 都是好事 所以在他內心深處 他是大陸失誤的這樣的一個主委 他當然希望有人 緩和一下目前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 即使美國人都希望見到這個樣子 我要對你中國大陸不斷打壓 但是不能撕破臉 因為真的冰龍相見的話 沒有人撈落到好處了 美國也不像他想的就會那麼簡單 因為中國大陸真的要攻擊美國的話 當然中國大陸會很慘 在海上空中 中國大陸絕對不是美國的對手 可是中國大陸如果攻擊你美軍基地 我剛剛講了 你美軍在日本就有五萬四千人 還有也是相當數目的眷屬在那裡 這如果開戰的話 我不要打到美國太平洋的另外一岸 我就打日本基地 你看你美軍史上會有多少 所以我覺得美國也會樂意見到 馬英九去那個地方去緩和一下 我認為到了今天 北京也變得比較實際了 目前整個大環境 對他的整個大陸的局勢來講 他相當程度陷入個孤立的局面 如果他跟台北 台灣有所緩和 不管這個人是有在野黨人來做 還是執政人來做 把氣息緩和一下的話 對中國大陸來講不是壞事 因為現在對他來講 振興經濟是他第一個目標 剛剛你提到邱泰山 我最近在想邱國正對不對 晚上睡不著覺 邱泰山說溝通總好 平常會講這個話嗎 不會 有一句話叫做 鳥之將死 其民也哀 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 官之將去 其言也真 就是官要去職 他講話就比較真 因為他就 不需要那麼多顧慮了 否則當官是要講官話 怎麼能講真話 請示範 容許 io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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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